哈喽 大家好 欢迎到Case看股 今天是1月27号2024年 今天是星期六啦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国际啦 因为很多时候很多国际的波动 国际的这个股市 会影响到我们马股 有时候是好的 好的这个情绪 会带给我们好的这个 发展啦 如果有些不好的 不好的这些事件 或者看到美国大典也要小心 所以我们看看国际 很多时候会带给我们一个什么啦 带给我们一个优势啦 带给我们 你看了国际才看本地 会带给我们一个优势啦 很多时候 OK 看看免修声明 请注意 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仅为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 报导 研究 分析 价格或其他信息均为个人观点 并非投资建议 对于应采用视频中的信息 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 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 外汇指数 股票 期货 商品 能源 贵金属等交易 具有高风险 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 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 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 不要忘记点一点下分享留言 今天做了两个小时的ZoomCluster英文 明天是华语 如果你要参与明天华语 就记得WhatsApp给我 记得你参与了我的课程 但是还没有进ZoomCluster 可以参加 记得点一点下分享留言 不要忘记支持视频 按那个铃铛 按那个手指 分享一下和留言 你要开户口可以实际上ZoomCluster 马来西亚其中一个最大的交易平台 可以玩马阿谷 新加坡 美股 香港 很方便上网上网注册的 如果你要注册下面有那个链接 我的朋友是ZoomCluster 你要好的Remizer 好的Service 好的平台 你可以实际上ZoomCluster 我们看看这个国际先 看马阿谷 KLCI 看一个星期初先 看到一个星期初有多强 哦 很不错咯 很不错 很不错 OK 这个啊 真的啊 真的啊 我跟你讲啦 这个啊 那我跟你讲 那个概念你记得吗 我讲 这个呢 马阿谷很可能洗盘 洗了盘之后呢 它就在一起 所以我前几 三个星期 前两个星期已经跟你讲了 我就已经有这个概念了 记得吗 我坐下来我就跟你讲 我觉得有一个概念 哦 这个马阿谷突然冲了一大轮 现在就一下里面到 跌到很厉害 然后然后很多人逃跑啊 很多人啊 很多人被 很多人玩那些 玩那些什么啦 啊 呃 玩蛮金的啦 很多人很多人中啊 玩蛮金的很多人中啊 OK 我跟你讲 很可能 他们洗掉这些散户 马股 马股就会 冲破前五点 然后继续上 对吗 我有跟你讲啊 你记得我这个概念 我跟你讲过的 啊 OK 是不是现在是不是 是不是做出来了 你看啊 他洗盘啊 洗了啊 一下洗这些啊 全部这些散户 现在他冲了前五点 啊 这个跟我那天讲的概念啊 OK 所以你看啊 现在呢 我们看一个星期图了 OK 不用紧 我跟你讲 你被他洗掉 不用紧 因为危机是很大 你危险你逃了 不用紧 所以我们 我们会看图 我们看到模式 现在他做了 其实他突破了 机会来了 我们再追过不用紧了 很多人他一被洗了 他就不敢再进了 因为他知道 他很怕 因为他不会看图 他知道all market突然间 股灾之后 他们不会看到股灾之后的 机会 就是我们讲的 拜中求 拜中求赢 昨天讲 我都忘记了 OK 拜中求赢 所以你 你会看到这些 你会看到这些机会 你会看到这些机会 你没有了 你就怕怕你不敢动 所以现在就是 就是我们有这个不同的优势 就是这样 你看到一个奇事 OK 所以你看到 他这个 我跟你讲过上个星期 这两个拉出 是非常难突破的 非常难突破两个Dogic 如果他真的突破 证明真的 马股很大的在超红 很大的量在超红 很大的动力在超红 你看到这个是Double 两个Dogic 然后是Double Top 然后你在一个星期 都是两个Dogic 所以Tweezer Top 这个是非常难突破的 所以他真的突破 这个就是 庄家洗掉 在全部伞后 他冲上去 但是你被他洗了 你不用紧 你还看图 你有机会再来 你还可以追 就是这样 OK 现在他冲破了前五点 是非常强 Ace Market不用讲 这个根蜡烛 他腰牌都不能回升 OK 小盘 中盘 中盘不错 中盘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Pin Bar 上升真竹 然后有一个Confirmation蜡烛 看来他 长期他的动力是往上跑 这个小盘就不同 小盘他正在 这一个妈妈大孩子 所以一个星期图 他应该会跑 看了一个星期图 这个模式 他长期应该会是 横盘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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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强 OK 我们看 板块 OK 建筑 建筑还可以 还可以 一个红蜡烛 所以他现在一个青蜡烛 但是他不能冲破210 他冲破210 会比较好 但是他的 其实是 上升动力是 比下的动力强一点 消费 消费就没有什么东西好讲 还在横盘 能源 能源 一个星期图 蛮强 所以能源他很多欠口 也许他会怎么样 他会回来盖掉这个欠口 也许还能去 能源可能还能去 OK 我觉得他会回来盖掉这个欠口 金融 金融那天我们看了 金融是蛮强 因为美国也是开始 美国已经冲了一轮了 冲了很强 所以这个看来 他他还在爬 但是这边有很大的阻力 16938 OK 看看他能不能冲破 16938 这边 这边有点阻力 但是上升是蛮强的 但是才要创造强的 医疗 医疗 看一个星期出生 OK 一个反弹珍珠 一个确认拉珠 OK 看来还不错 这个我跟你讲 好像我前几天讲的 他在这边反弹 有可能他会有机会来 207就冲到顶这边 可能还有一次反弹 我觉得他来到冲到顶 要小心了 可能会回调了 工业 工业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工业在横盘 中指 中指慢慢的上 中指慢慢的上 看一个星期图 他慢慢的上 他不快了 可能他回调一点点 也许他还能上 这个要长期 房产 可以房产 他有反弹模式 他这一个多儿鸡 然后又一个瓶拉珠 但是他必须要冲破 他好像那个 那个 这个 建筑这样 他必须要冲破这个929 他必须冲破929 他必须冲破929 OK RID RID RID慢慢还在上 他有这个 RID 我跟你讲 他有这个 背 背跟耳朵 他是冲破了 他是战目标了 你要小心 科技 科技突破 但是他站稳 在这个63上面 OK 如果又跌破63 证明他站不稳 这个 通到了 可能他会继续跌 但是还OK 但是不强 我们看电讯 电讯 电讯慢慢的上 那天我跟你讲 记得我一突破了 我跟你讲 你都看电讯了 你要看了 电讯记得吗 我跟你讲 你要看了 所以他回来重视 差不多要重视这个支撑 然后又继续上了 OK 看他OK 现在运输 运输还OK 运输蛮强 OK 他977有主力 可能他重不破 他会狠盘 但是他的 他还有一点动力 Utility Utility 工艺品 工艺品不是不可以 工艺品我跟你讲 他这个蜡灯 我不喜欢 虽然他还是强 还是可能还能上 OK 一个星期都还能上 但是我不喜欢这样子调 这样子的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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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下个星期 必须要带 要带这个 马骨冲上去 可能就是 就是这个 建筑跟这个房产要突破 OK 房产跟这个建筑突破 可能他就可以 他就继续上 可能他就可以带动 这个马骨 继续有动力 其他都没有什么动力 OK 就是看这两个 一直都是 这几个星期都是 这两个盘强 OK 这两个板块强 OK 带动这个 整个马骨 OK 我们看国际 看美金 OK 美金还是慢慢的上 虽然不快 但是他还慢慢的上 你看我们美金对马币 4.75了 所以他 他不强 但是还是慢慢的上 比特币 比特币回调一轮 不要以为现在啊 他这边反弹 他立刻 他会继续上 我觉得很可能他会做 他会开始做更低的高了 我觉得长期他会 应该调下来的 你看他红色动力也没有了 红色动力也差不多没了 所以我觉得他是下调 开始下调 OK 有可能会调回到35 有可能会调回到31 至于跌破31 我就觉得很难啊 但是有可能会调下来 有可能他会调到35这边 称35能称他 他也许还有机会啊 因为他的这个新闻炒完了 以太坊也是啦 以太坊也是跌破了 这个24应该差 所以会调到 有可能会调到这个通道顶 1800啦 现在21000再称他啦 sorry 21000再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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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他还继续上 称不稳有可能他还继续跌了 Litecoin Litecoin也是在慢慢的调 也没有什么东西 他在通道底 撑着他就ok了 等比特币上台又有机会 SRP SRP也是在回一回调到这个通道底啊 ok 这个要等 也是要等比特币啊全部 Cardano Cardano也是在下调 Cardano也是在下调 但是 他也是在等比特币上一个波 比特币再反弹 他就要去了 现在还在等Sorana Sorana也是正在下调啦 他也 这个上升 上升的这个趋势线的突破了 跌破了 我看到有可能他会跌来这些66或者 54 66或者54这边 Cardano很可能会跌回来这边 0.38 ok 我们看Avalanche Avalanche也是啦 很可能他会跌回来这个 这边 20块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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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们看国际 夯性 香港 香港还是一波一波的跌啦 有刺激都是 但是 中国要吃进这市场 新闻都是爽一下巴了啦 然后又开始没有动力了 ok 我们看这个 FTSC A50 也是啦 但是他好像他有一点背离 所以他可能 掉一下他还有机会 我们看 航生有没有背离 航生就没有 这个有背离 这个有机会 这个中国 这个A50 FTSC OK我们看澳洲 澳洲 OK澳洲可能 啊 可以澳洲 他从这个通道底反弹 澳洲暂时还是可以啊 可能他还能上 但是他必须要冲破76 7610 7610 他冲破7610 可能要去通道顶 你购了本 你被已经 已经冲破35年高了啦 所以可能他 他应该要回调了的啦 他超卖一轮 所以他回调之后 应该还能上 我看 有机会上 我看英国 英国他 他调下来那天 创造7700 又再冲上去 我觉得他还是在这个 横盘里面 7700跟7258 7750 德国 德国 德国突破了啦 德国很强 他做了一个起势突破了 我看来他还要去啦 还要去 还要去 OK 他还要去 半导体指数 美国 OK 很强啦 哦 那边有一个 哇 有一个gap down 掉了2.9 哇 2.9啊 所以小心喔 因为那个intel 那天啊 intel有 intel大跌一轮了 ok so that's why 他好像是我记得是intel跌了 弄到这个半导体 有点压力了 所以他有一个gap down ok 小心喔 看上next step ok next step也可能啦 可能暂时到一个高峰 可能他会回调 不是讲他会下跌 可能他会回调啦 ok 回调下来 ok 他也是跌了0.36 smp smp也是 smp也是做了最高峰 我觉得他可能会回调 来test这个 这个高峰啦 4.48 4.48 撑着稳他 他还可以上 4.48 不稳他可能他会调下来 到中 到中 到中又再突破 到中好像还要继续再去 ok Russer Russer Russer开始下调了 更底的 做了更底的高 可能他还会继续 滑下来 Nifty Nifty 印度冲破了高峰 现在他回调 回调之后呢 如果他20,900 这边反弹他还能去的 ok 我们看C4 Aluminum Aluminum Aluminum有一个小反弹 所以Aluminum 呃 呃 这个铝 不算 不算弱啦 但是也不是强啦 还是在横盘 其实 2port204在讲 ok 看着钢铁 钢铁还是在横盘 不强 我们在国际看点怎么样 看着国际钢铁 OK 看下来中国钢铁价钱 ok 满满的上下 不强 ok 我们看一下 FDSE 嗯 还是在一个下跌 还是在一个下跌 其实 他还是 还是在一个下跌 的其实 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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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游突破了 这个下跌 中游慢慢 可能还能慢慢的上 中游 但是你要时间 他没有这样快 反弹 但是有机会 中游 啊 couple 铜也是ok 铜可能这边做双底 如果他能突破 如果他能突破 这个 啊 3.97 啊 3点 突破3点 3点 啊 3.969了 ok 他能突破这个 ok 他应该有机会了 啊 他应该有机会 啊 他没有跌破3.76 应该 ok 啊 金 ok 已经在下调了 正在啊 他从不破这个2,100 他现在要 现在在休息 我觉得可能会跳 还会跌 跌多一点 这个啊 啊 啊 银也是啊 啊银也是开始了 慢慢的下调 ok 看上 U ok U突破了啊 U突破了 U有可能U会在一起啊 OK U有可能U会在一起 他突破了这77 啊 sorry啊 不如这边 还高一点 这边 啊 78 啊 如果这个啊 原油突破78呢 他可能还能去啦 但是暂时我们还没有看到我们的 啊 这个 人员股有大量反弹啊 啊 但是也许他还能上走一点啊 ok 我看美国Apple 啊 Apple OK OK Apple终于这个是应该假突破19,197 然后这次他又做了更低的低 我觉得Apple长期啊 他 他这个回调上来 他穿不破197 他要下的了啊 AMD AMD 还是这最高峰 但是他超买了 可能会回调一轮 但是他上升趋势 回调之后很可能还能上 啊 啊 ARM可能双顶 你要小心啊 跌破66 你要很危险啊 啊 Blockcom Blockcom还是一波一波的高 但是他RSI做了双顶 啊 一样高 可能他会下调回来 调回来可能还能去的啊 看来要杀调 Amazon还是还是突破一层一层的高 还是OK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有个小款 但是还是不能啊 给Google 啊Google还是都在突破啊 回调之后 我觉得他可能还能去 grab就没有什么东西 看 Intel 啊Intel那天 啊一个大跌哦 因为这些啊 啊什么啊 啊专家啊专家 把他的这个 啊 目标啊 调低了 我觉得啊怎么讲啊 把他的这个情绪啊 啊 啊调到没有这样好了啊 啊他们叫什么 他们英文 啊啊 他们nower 他的 expectation 就是意料他 他啊 在未来啦 可能他的销量 他的这个 业绩会 会下跌 that's why 他有这样的报告出来 他就一个大gap down ok 这个看来 这次 这次你要小心 有这个gap down 如果你还没有套利 要小心meta meta还是继续上很强 看microsoft microsoft还是更高的高 他回调我觉得 他有超买 他回调一轮可能他应该还能去 因为他有一个真足 可能他还能去到420 micron micron一波一波的 但是他有背离 他应该会回调了 他差不多要回调了 nvidia 直直上购力了 他也是超买了 超买了可能他会回调 回调一轮也许还能去 很强 但是现在不要嘴了 全部是高峰 quacom quacom也是啊 quacom有背离你要小心啊 quacom可能他会下调 他开始下调不是可能 他已经get down了 开始下调 特斯拉 特斯拉呢全部啊 很多不好的新闻 很多不好的新闻 所以他跌到通道底了 啊 跌到通道底 这样子不要完整 因为特斯拉很多 很多这些负面的新闻出来了 ok zoom zoom还在调 ok 这些银行股已经飞到很高了 美国银行股可能就要下调了 他们已经冲了一轮 bo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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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196这边有支撑了 啊 可能196可能176这两边啊 如果他做了反弹模式 可能这个boying是机会啦 因为他跌到很低啊 他跌了几十巴仙啊 从这个高位哦 高位掉了几十巴仙 二十多巴仙啊 so boying有可能啦 有可能可以 可以如果你们完美 每一股的啊 有机会这些灾难就是 啊 要收长期啊 要收这些好股的机会啦 ok ok 今天啊 不能讲这样多 因为怕明天就没有声音了啊 ok 明天再谈 拜拜